水底箱民生桥旁有一个用石头推荐而成的建议洗衣场 而在台电整修机具后 导致于原先的水源进不来 让妇女们都必须走到西边来洗衣服相当困扰 西边这个洗衣服是百年的历史 以前的时候是没有洗衣机 一般的洗衣服都是到河边 或是比较大的水沟 这个水很清新 他都旁边的时候水会进来再出去 有一个小水库那样 现在被台电整修以后 这个水库的水就不进来 洗衣服的妇女就往下走 是非常的危险 现在大家就关心 这个有历史价值百年洗衣草在这边 是不是能把水再引进来再出去 给一些妇女能够在这边很平安的来洗衣服 水里乡民代表林亮正指出 此次特别与相关单位 特别前往会刊来商讨解决之道 今天邮官就有我们传统这个过期 至少五六十年的历史的洗衣草这个问题 邮官洗衣草也顾虑就安全问题 最后呢 已经会有几个会出过了 今天会中很多单位来 然后找一个最终的办法 就是说对这个穿起饭这个面堂 由旁边这个厌地可以休息这个 这他们继续休息有水的 对用一个水供 引进对这个洗衣草 这个小区域这个区块来 让我们这里用传统的福利 要洗衣草这个 我们做生活都比较安全的设施 谢医员肖志全表示 目前公所决定来做饮水的工作 保障妇女们的生命安全 水里乡的很多家庭 包括的妇女 他们也会利用水里吸清澈的吸水 来洗涤自己家里的衣服 那会看以后 也感谢我们公所 愿意来做饮水的工作 来让我们长期在这边洗衣的妇女们 能够保有原本他们可以洗涤的水量 来不要造成我们民众 因为洗衣造成他们的困扰 若没有改善 妇女们都必须徒步走到水里吸旁 来洗涤衣物相当危险 新议员肖志全也希望在会看过后 尽速改善解决水源的问题 记者邱平奕水里采访报道 AH ág 那么 啊 感谢观看